2マ part 3マ,4マ4 鞋庭 阿丹,你看 Centra new Central 上支那个影片 漂亮 怎样 上支那个安西 variant 我好说你讲的太烂了 都一直在那个细虐 欸,我觉得这个影片很成功耶 哪有成功 因为怎样 廣泛的引起大家的討論就是一種成功 啊 你這麽要遞死人家啦 人家不給你業配錢 你就讓他亂講話 首先 首先 可以引起大家的討論跟關注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情 第二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是想要去 這個接廠商的業配啊 車廠的業配錢 正常人的操作應該不是這樣 我覺得正常的操作應該是 月落屋提霜滿天 江峰與火對仇眠 兩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過萬重山 我懷抱著人生成長至今的回憶 開上了新一代的Centra 那個經濟起飛 人們溫良敦厚的時代 新好男人 儼然成為畫時代的代名詞 在車界掀起一陣蜂巢 蜂巢是什麼 對 蜜蜂住的地方 這次的全新大改款 完全跳脫我腦海中的刻板印象 不 應該說重新規範了現代好男人的定義 俐落的線條 低聲富有侵略性的造型 輕快的操架中 卻又能給予你豐富的行車質感 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 如果要我用四個字形容 New Central所帶給我的感受 只能說是 恰 是你的溫柔 喔不 恰似一幫太監上青樓 我濕了 我徹徹底底的濕了眼眶 All New Central承襲了Nissan家族的VMotion 2.0鍍鉻水箱造系統 車身以8道基里的這個條線 顛覆了傳統房車的設計 好除了內外裝全面的進化之後 Centra還全面標配 NIM自行科技主動安全配備 全車規格皆搭載同級唯一 PFCW超四距車輛追撞警示系統 透過車輛前車雷達感知器 監控前車與前前車為駕駛爭取更多反應時間 新的Centra有媲美GTR的超低風阻係數0.26cd 同級最強油耗表現 17.7每公升公里 全新的1.6G第三代引擎 完美移植GTR鏡面融色技術 將1.6的動力提升至直批1.8公升到2.0公升等級的一個引擎的表現 2712mm的軸距大氣的座倉跟3D RELAX 舒壓皮提供最舒適的乘坐享受以外 還有560公升同級最大的後行李箱空間 以及64分離傾倒式的一個座椅 更讓車主可以享受靈活的運用空間 新的Centra雖然稱不上加速強勁 但是呢 擁有輕快的起步 還有加速的反應 同時CVT的變速特性 搭配自然進氣的引擎 在設定上 讓整個加速非常的平順 沒有絲毫頓挫的感覺 如果能夠按下排檔桿後方的DS按鈕 換檔的邏輯會模擬出檔位 給予更有樂趣的駕駛感受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是要業配 應該不是這樣操作 要不然詳情可以看上方連結 遠傳新武器 對不對 正常的業配操作嘛 是不是這樣講 對不對 我們如果今天是貪人家的車廠的預算 我們這樣操作就完全錯誤了對不對 好歹我們也在社會打滾了一些時日 應該不至於不知道要賺錢的操作方式是怎麼樣 那再來第二個 也有很多留言就是說 哇別的車評怎麼混 小獅你這樣別的車評怎樣 我跟你講 我們從來都 小獅從來 我們團隊也從來都沒有說過自己是車評 甚至我們的這個後面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在片尾下面就寫 小獅汽車專業不專業頻道 專業的不專業頻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從來也沒有自詩說 我們是一個專業的車評 我甚至連車評這兩個字我都不敢講 好不好 我們只是一個 開過很多車的二手車商 只是一個 你愛分享汽車資訊的朋友 好 所以我覺得也不要去講 說什麼其他車評 什麼混不混得下去 一點都跟我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 從來就不是為了打壓任何人 也沒有要跟任何人搶預算 而且 我要替我這一些 專業的車評朋友 稍微發聲一下 你們可能會以為說 所有的車評 拍了試車影片出來 都是有拿錢的 我覺得這樣 以偏概全的說法是不對的 現在車廠的預算 沒有那麼好 很多時候幾乎 我可以跟大家講 幾乎都在做白工 加上現在又有很多的 網紅啊 YouTuber啊 大家都要去分食這個 車廠預算的這個大餅 所以車廠都會把這個預算 發給任何人 並不一定是專業的車評 所以現在車評 其實真的很辛苦 大家要真的要多幫他們 這個分享 鼓勵肯定他們一下 大家也是都需要做生意的 總不可能 又要去媽樂 又要賣水餃 上電視節目 通告費那麼少 這個薪水要從哪裡來 所以請大家要體恤一下 這些車評朋友也是很辛苦 大部分的時間 真的都在做白工 我跟你講啦 車廠媽 金的跟鬼一樣 對不對 我有錢我不去發一些 當紅的YouTuber 對不對 發給車評流量又不高 所以現在其實真的車評 各位車評大大都很辛苦 好 講太遠了 反正 我們從來沒有講過 我們是專業的車評 好 所以不要這樣講我們 我們只是愛玩車 愛開車 開過很多車的二手車號 跟大家分享這樣而已 那你為什麼不買CC回來的事 欸 講到這個我就 滿肚子的委屈 我跟你講 你要想一件事情 而且CC齁 我連買都不想買 哈哈哈哈 小四二你只敢講 你上啊 你都不敢講TOYOTA 什麼TOYOTA太大監 TOYOTA大監 TOYOTA好爺 他們家的事情 敢說屁事喔 他有錢是他家的事 我又不貪他的財 是不是這樣講 有什麼敢不敢講的 我跟你講很簡單 CC就是TOYOTA的車 我也前面的每一集的節目 我跟你講會講這種話的 都是那個啦 影片概全的 他沒有看過以前的影片 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說 你都嘴你上 我跟你講 沿路 什麼娘炮車啊 什麼三寶啊 高腳壓啊 有沒有 沿路已經嘴到不想嘴了 好不好 而且我跟你講真的啦 這次的Sentra 真的是因為它的壞型 吸引到我 所以我猜 欸 我也要拿八十幾萬出來 我要拿八十萬出來買 難道我不能買一個 我比較想買的東西嗎 我就不想買TOYOTA 為什麼要買 然後很多人就會說 欸 你都只講壞的不講好的 欸不是不是啦 人家啦 你要看好的 你到Youtube的上面有一個吧 他畫一次放大鏡 你輸入Sentra S 不會拚 S-E-N-T-R-A Search下去 你有很多很多 講這個主安 標準配備 什麼有的不的 大家都講得很清楚 我如果買一台車回來 我要去拍跟人家一樣的東西 我他媽吃飽 甚至是撐著沒事幹 我才會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當然車買回來 我們是要分享一個不一樣的觀點跟看法給大家 我跟你講 講好話講壞話都很講話 對不對 講好話說你收錢 講壞話說 人家不給你錢 所以你講壞話 我死了我死了 我那一天有講 我說這個Sentra的隔音不好 很多人說 你拿BMW比啊 拜託好不好 張飛也可以怕月飛嗎 還是月飛也怕到鳳飛飛嗎 不可能 對不對 我開過車應該也不下千台了吧 對不對 這種事情我應該懂得會區別 阿呆你有可能說 阿媽 你去那個越南小吃店 然後你要求要龍亨等級了 什麼是龍亨 反應比泰山快一點 不錯喔 有長進喔 你說對我真的在長進 但是呢 如果我們去付小吃店的錢 來的水準稍微高一點 我們是不是很開心 對不對 就是這樣嘛 小確幸而已 只是說齁 這個隔音的部分 我不是在跟BMW比 我是在跟他的兄弟Kids比 我以往齁 開過Kids的經驗 我覺得他的隔音比 我上次試Sentra 我覺得比較好 所以剛剛好 我們進了一台Kids 退 退 所以我今天 我先開Kids出去 試一下 然後也是一樣 超過3000轉給他加速一下 感受一下隔音 大家也幫我感受一下 好不好 然後再來我們回來 馬上緊接著 試Sentra 看看到底 到底隔音有什麼差 好我們出發 走 上次還有人說我兩腳 放手剎車 腳剎車 拜託不要吧 我是給你比看看 有多近 像我這種腳比較大 我的腳比較大 對啊 不小心會踩到 我寧願他是這個 我們也不要說媽的啦 80萬的房車要奢求 人家有什麼東西 對不對 至少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好 比較方便 有個東西我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知道嗎 那當然你知道進口車比 國產車多了20%的關水 所以今天當你賣80萬的國產車 我覺得 甚至可以拿100萬的進口車的水準來比 100萬的20%扣掉是80% 對 扣掉20% 對不對 我簡單隨便講個馬三就好了 馬三假設賣90幾萬 他100萬好了 減掉20%是80 人家內裝什麼質感 人家什麼隔音 人家什麼底牌 人家什麼引擎 人家什麼配備 對不對 所以我要表達的是 為什麼現在路上進口車比較多 雙臂一堆 雙臂一堆 因為國產車賣太貴 我們都不要講到補助的事情 那些都不要講 這是一個思考的方向 我們現在一樣 是用這個 上次 那個 摩 有沒有 我們也是用這個收而已 好 我吹一下 你看看 現在是大概3000轉 你看它這個 明顯的 擋火牆的隔音 好像真的比較好 真的比較好 對啊 有沒有 它雖然 因為它也是CVT 對不對 所以它也是會有牛的感覺 可是我踩下去 它的那個牛的聲音真的比較 比較沒有這麼明顯 我現在是踩 它也有牛的聲音 現在3500轉 它也有 可是它真的是隔在外面 它的聲音是在擋火牆外面 好 彈速一樣安靜 它就連這個底盤的這個噪音的隔絕 都比較好 我覺得啦 風切聲也比較好 而且我這台還有一種情雨窗 沒關係 我們先 不要講話 我不要講話 我等一下我全程 我盡量把油門踩聲 好我們一樣 等一下一樣撈一圈 好一樣有牛聲 然後現在我把方向盤 我打一下看虛位 因為正常來講的話 他們的 很多人講說那個方向盤虛位 是因為 它現在都是電子式的方向盤 我跟你講 我當然知道它是電子式的方向盤 好不好 但是那跟電子式方向盤 什麼式的方向盤 沒有什麼關係 它是電子式的方向盤 它也可以把它做到沒有虛位 好然後我現在來轉彎 看有沒有虛位 好 我現在直走 晃動一下方向盤 它的虛位沒有 它有 可是 沒有Sentra那麼大 沒有Sentra那麼大 我剛剛跟Sentra差不多 你有覺得車在晃對不對 嗯 對不對 其實我搖起來跟Sentra是差不多的 但是Sentra的確是它的 方向機的設定 是比這個還要再 空隙再多一點 那我上次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也講過 鬆或不鬆沒有什麼好或不好 我有講 你自己 女生開會可能會覺得比較輕鬆 嗯 你自己習慣這樣其實OK 那這沒有什麼對不對 就是原廠它設計這台車 它想怎麼設定的問題而已 今天它想設定這個車子就是這樣 家庭房車就是家庭房車 你們自己去試 你看這個 你看車子有沒有在晃 有 有沒有 有沒有 車是不是在晃 我其實幅度很小喔 我只有這樣而已喔 我只有這樣而已喔 這樣五度吧 對啊 我沒有上次Sentra晃個大力喔 可是它車子是會動的喔 好我們現在趕快回去換Sentra好不好 來記住這個感覺 不過等一下那個Sentra喔 我會試一下高速 我給它一點點這個 有沒有更 更好一點的形容詞 我跟你講 這有想到什麼的嗎 跳單 哈哈哈哈 我就沒讀書啊 我從那邊形容詞有限嘛 對不對 我們只是用最直覺的形容詞來講而已嘛 那就是我所謂 我只是想表達那個方向盤震動的那個感覺 啊無奈 書讀太少 對不對 我如果讀書 對不對 我讀到台大畢業 我去做醫生做律師 我來賣二手車幹嘛 我在這邊拍片搖屁股幹嘛 所以形容詞不夠 職窮 職窮 好不好 好快點 這個感覺還讚 換車 換車 OK 出發 真的比較大聲幾把 那裡 在跟你開玩笑 真的 真的比較大聲啊 一下子比過來就知道了 剛剛也太大聲了吧 對不對 是不是 對啊 才開到這邊是不是就知道了 我沒有在媽拿什麼BMW比啦 靠藥啊 叫真子彈去打拳王阿里喔 啊 不可能 我是覺得 擋火牆跟底板 前面跟下面 對 前面跟下面 好 偶柴油門的方式都一樣喔 好不好 現在事先轉 好 有形容詞啊 我沒有講話 笑而已 笑而已 好 超超明顯的 對啊 差很多耶 對啊 還有其實喔 我那一天 一片頭 我一開頭 我就講 我說人家車廠也要賺錢 好啦 雖然我們有誇大 不過其實是這樣嘛 因為很多人已經買了車嘛 所以它被講了 它當然聽了會覺得比較不舒服 這一點我們也要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喔 你看啊 人家小孩剛生出來嘛 對不對 你去看說 你小孩很像猴子 來熟知性吃香蕉 誰受得了 所以人就喜歡這樣嘛 喔好可愛 好像爸爸喔 有沒有 所以爸爸也長得像猴子 爸爸長得像猴子 長大的猴子 人就是這樣 正能量 對不對 然後眼睛很小就不能講眼睛嘛 哇 鼻子好挺喔 不是這樣嗎 不然眼睛太小就 我看到這 長大一定是韓系的 一定是韓系的 哇 一定韓系的帥哥 大概就這樣 好我們上高速公路 試一下 這輪噪聲真的是蠻大聲 下面 我就說我覺得它最大的 隔音的一個差別 就跟Kids比較 就是在它擋火牆跟它的底盤 真的是比Kids差了一些 我跟你講很多人 媽啊 B&W我們也是買回來測試的 有人說 九九買一台B&W 好像很秋的樣子 我跟你講 B&W那個小孩沒有什麼好秋的 小屁孩的車 那個是他媽在前段班裡面的 倒數幾名 你知道嗎 218已經幾乎是 B&W沒有算最便宜的車了 你說那是小孩 我跟妳講我一點都不覺得開B&W 有什麼好屌 現在滿街都B&W 對啊 那有什麼好屌的啦 只有你覺得屌 所以你才會覺得別人好像覺得很屌 沒有錯吧 沒有 這真的是Kids差槍買回來測試 沒有什麼個人傾向 好不好那媽前驅 對不對 真正要買B&W 誰要去買前驅的啦 我是錢不夠 錢夠那媽我要買235啊 買218幹嘛 就錢不夠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說小事你去買什麼車 小事你去買什麼車 小事你去買什麼車 你弄這麼好賣 賺了 富二代 阿彈你看 引起這麼廣泛的導入 我們才可以拍第三集 阿彈你看第二集試啊 沒怎樣 很棒好棒好車好棒喔 然後幹第三集 耶真的很棒 我開了1000真的很棒 靠腰欸 要衝到小 欸你看你看 我們剛剛講你看 你看 欸這不止十度了吧 你看輪子是直的喔 有喔我現在在動 輪子是直的 對啊 很鬆啊你看 這樣輪子還是直的喔 你看 到這邊喔 我沒有跟你豪小啦 幹 出家人不打狂語 我們不是出家人 我們也不打狂語 呵呵呵 幹 他有其他車都不知道會不會這樣喔 好了我們買阿彈馬回來試啊 阿彈馬那個太舊了 出那麼久了 我去年在車廠 我最近說像Kent家了 他的那個塑膠啊 比這個還像計程車 什麼叫像計程車 除了他的紋路啊還有材質 像他這個材質是 雖然是塑膠 可是他是軟的 那就比較不像 你如果是那種硬質的 都是那種硬質的塑膠 然後又壓上這種花紋 假裝是皮的花紋 那個真的很像計程車 那個以前Toyota最愛用 就是那種硬質有花紋的塑膠 以前很多 也不是說以前Toyota最愛用 以前很多國外的車都是這樣用 那所以那個 看起來就會讓你覺得很像計程車 好啦 太陽下山啦 也是回來啦 好不好 不過我覺得不管車質的好壞 都是每個人主觀的認定 這個就像 我覺得太陽小寶貝很可愛 你可能不覺得太陽小寶貝很可愛 這個大家主觀 你們自己一定要親自去試過 那用你們自己的感受去感受一下 那我只是很單純的說 就我自己主觀的一個看法 不代表任何立場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分享訂閱留言 好不好 支持我們做更多的影片 那這台車 看還有我們第四集可以拍是不是 對啊 好不好 如果沒有第四集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在FB上架 請各位鎖定我們的FB 那我剛剛跟大家討論的問題是 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這個車 看我覺得講這個會爆雷 我覺得這一台車啊 到明年會便宜很多 因為我覺得它是70幾萬的東西賣80幾萬 很多新車價啊 對我要不要做一個神預測 那我會不準 不準就不準喔 剛好屁事喔 我沒賺錢 沒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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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猜測 所以我覺得這個到最後我們賣 應該 我們也會賣這樣 其實 反映出它 應該有的 價格 不要搶 不要私訊我 直接關注粉絲頁 上架 就可以來買了 還是要訂閱好不好 同溫層 我們現在要尋求同溫層 你知道嗎 我們要看看我們同溫層有多少 同溫層訂閱起來 讓我們有更多的流量 更多的乾爹 可以去做 想要做的事 好玩的事 來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掰掰 對 等一下說上高速公路 對不對 方法會變重 他說 虛位的問題 在高速的時候 它就越高速越穩定 有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講 有人讓你留言 好我現在轉 喔有好一點喔 有好一點 剩下大概5度左右 車子有在晃 有沒有 好有比較好 稍微車身有在晃 所以它速度加快的時候 虛位會變得比較小 大約剩下5度左右 好速度慢就變大了 速度慢 虛位就變大了 不過其實這本來就是喔 每一間車廠造車的那個 習慣的問題啦 其實像Nissan喔 它從 呃 自從它換了電子輔助的方向盤以後啊 就大概是T達那時候吧 Limina那時候吧 我又覺得 它方向盤的那個 駕駛感受就覺得 不是很喜歡 我們先不要說過彎要多吸力 多靈力這件事情啦 但是它除了這個以外啊 它多了一份 它那個方向機多了一份空洞感 不紮實感 當你在你轉動你的方向盤的時候 你覺得它是 不同步的 是鬆的 開起來的感受 對我來講 我覺得開起來不是很習慣 也不是很舒服 鬆鬆的就怪怪的嘛 我們這人就是 對不對 好 我們不喜歡鬆的嘛 我跟你講 剛剛那個留言 更好笑你知道嗎 他說小思中怎麼隔音不好 媽啊我從 S250換到仙草 我覺得它媽的隔音差不多 沒有 可能他真的這麼覺得 對啦 可能他真心這麼覺得 人家說你小孩醜 我沒有講到那個問題 小孩醜是沒禮貌對不對 問題是 你不能說 沒有我覺得小孩很可愛啊 長像劉德華一樣 我覺得小孩很帥 也許你媽真心覺得 你像彭于晏啊 問題是 旁邊的人看起來 你是不是變笑話 我還要再解釋一下 那個跳蛋的那個嗎 便宜的 廉價跳蛋的震動 是浪浪的 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 轉下一段 拉拉拉拉拉 再轉下一段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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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個聲音是比較清脆 比較空洞的 那你如果是比較 等級水準高一點 比較貴一點的 它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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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 извест 比較詐實的聲音 嗯,嗯 it 嗯,嗯,嗯,嗯